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此之外 我们也介绍了局部极大值 或是相对极大值 就是局部而言 产生较大输出值的地方 在图形上 极为隆起变成山峰的位置 显然刚刚所提到的绝对最大值 也是个局部极大值 另一方面 函数的局部极小值 或是相对极小值 就是局部而言 产生较小输出值的地方 表现在函数图形上 就是陷下去形成山谷的位置 同样的 绝对最小值 也会是个局部极小值 因此 如果我们要求函数的极值 也就是绝对最大值 和绝对最小值 就可以先找出这些山峰或是山谷的位置 以及这些局部极值 包括局部极大值 和局部极小值 进行初步的筛选 任何能产生极值的范围缩小 再进一步的处理 于是 找出这些局部极值发生的地方 就是解题的关键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可以先进行下面的观察 我们试着在这些发生局部极值的地方 也就是隆起来变成山峰 或是陷下去变成山谷的位置 描绘对应的切线 如果这些切线存在可以绘制的话 我们发现都是水平的切线 这个结果可能就是要找出这些地方的主要关键 其实这个现象是相当重要的结果 我们称为费马引力 假设函数F在某个C点的导数存在 如果FofS在这一点C有局部极值 则F在C点的导数就会是0 这个垫里恰好反映下图所展示的现象 函数F产生局部极值的地方 即为发生山峰或是山谷的位置 直观来看如果可以描绘切线的话 会是个水平切线 它的斜率是0 不过由于切线斜率就是函数在该点的导数 所以我们就得到导数为0的结果 也就是费马引力所要表达的意涵 既然我们的目标是要找出局部极值发生的点 就干脆将这些点归为一类以方便处理 也就是画面中间所呈现的定义 一个函数F的零界点 或是称为零界数 就是指某个在函数F定义预理的点C 满足F在这一点的导数为0 也就是F'C等于0 或是在该点的导数不存在 这个定义显然是根据上方费马引力的结果而来 倘若一个点产生了局部极值 如果在该点是可以描绘切线 也就是可以微分的话 上方的费马引力就说明在该点的导数是0 不过费马引力是在该点可以微分的前提之下进行考量 它并没有排除产生局部极值 但是不可微分的可能性 所以在零界点的定义中 也将这个情况难夸在内 因此包含了不可微分的点 总而言之 零界点就是可能产生局部极值的地方 现在让我们利用下面的例子来展示对应的范例 假设函数F of S定义为S的绝对值 我们可以画出它的函数图形 如同右边的图示 它在S等于0的时候有个转折点 借由之前介绍导数时的说明 因为这个尖点 说明了绝对值函数F of S 在S等于0这一点是不可以微分的 换句话说 就是指它在这一点的导数 F' of 0不存在 但是借由图像的辅助 显然函数F在S等于0这一点有局部极小值 更精准地说 这甚至是个绝对最小值 所以这个例子就说明了在不可微分的地方 也是有发生局部极值的机会 所以在探讨局部极值的时候 也必须将不可微分的点纳入考量 借由刚才的分析与说明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 也就是画面中间所呈现的结果 如果函数F of S 在某一点C产生一个局部极值 那么该点C必然就是函数F的一个临界点 透过这个总结 我们发现如果要找出一个函数 发生局部极值的地方 就可以先找出这个函数的临界点 有了这个结论之后 我们又会联想到一个新的问题 倘若已经找到函数的一个临界点 那么在这个临界点 一定会发生局部极值吗 换句话说就是指这个结论的逆向叙述 是否为正确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透过下面的范例进行观察 假设函数F of S定义为S的三次方 则它的图形就是右侧所展示的红色曲线 现在我们试着求出它的临界点 由于它是个多项式 在实数线上的每一点都是可为分的 因此我们先求出它的导数 3x平方 再找出导数等于0的地方 显然只有S等于0这一点才会符合 所以借由上方的定义 F of S只有唯一的临界点 就是S等于0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这个结果展现在图形上 就相当于这个函数图形 在对应S等于0的地方 有一条水平切线 不过借由直接观察 这个函数在S等于0并没有局部极值 这也说明了在上方的结论中 它的逆向叙述并不正确 因此找出临界点后 我们还需要透过其他的方法 才可以从中筛选出产生局部极值的点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 产生局部极值的地方 必然是个临界点 不过如果要求绝对最大值 或是绝对最小值的话 根据函数定义域的形式 会有不同的呈现 现在就让我们透过以下的例子 加以说明 下面的三个图示所对应的函数 都满足全个单元所介绍的极值定理 所以我们可以找出 它们的绝对最大值和绝对最小值 极为绿色打叉的点 当中我们留意到 大部分的地方 都是发生在产生水平切线的位置 也就是临界点的地方 不过中间的图形却有一处例外 它的绝对最小值 发生在右边的端点 借由这个例子 我们了解到如果要求绝对最大值 和绝对最小值的话 除了找出中间的临界点 定义域的端点 也是可能会发生极值的地方 我们也要将端点列入考量 透过以上的介绍和说明 对于原先求极值的问题 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有系统的解决办法 如同画面上方的展示 假设函数F of x 定义在AB的B区间 是个连续函数 我们希望可以求出函数F 在这个ABB区间的极值 也就是绝对最大值 和绝对最小值 在这里我们必须留意到 根据前一个单元 所介绍的极值定理 在这预设的条件之下 这个问题是有意义 可以求解的 我们可以透过下方的解题三步骤 来回答 第一个就是先找出函数F 位于AB区间内部的临界点 也就是函数图形 可能产生水平切线 或是不可以微分的地方 由于函数的极值 也可能发生在 定义于端点的位置 所以在第二个步骤 我们计算出函数F 在这个区间端点的数值 也就是求出F of A 和F of B 因为在前面两个步骤 我们找出了 所有可能发生极值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将 步骤一和步骤二 找出的点 带入函数球值 显然当中最大的数值 就一定是绝对最大值 而最小的数值 则必然是绝对最小值 就可以得到问题的答案 最后我们透过一个例子 来示范刚才所介绍的解题策略 试求函数F 定义为S的四次方 减掉4S三次方 再加上10 再负14B区间的极值 现在就让我们 依照上面的策略来解题 在第一个步骤一 在第一个步骤当中 我们要求出这个函数 在负14区间内部 所有的临界点 由于这是个 处处可为分的多项式 所以我们先求出它的导数 为4S三次方 减掉12S平方 然后再将它因时分解 变成4S平方 乘以S减3 这个函数的临界点 显然是发生在导数等于0的地方 藉由因时分解 我们知道临界点会有两个 分别是0和3 接下来我们执行第二个步骤 也就是考虑函数F 在端点-1和4的数值 不过实物上 我们可以将这个计算 合并到第三个步骤 为了执行最后的流程 我们可以绘制对应的表格 将在步骤一 所找出的临界点0和3 还有步骤二 所考虑的区间端点-1和4并列出来 再将它们带入函数F of S加以比较 由于我们确认绝对最大值 一定在这些数值之中 必然为最大的那一个 所以这个函数F of S 在-14B区间的绝对最大值 就是15 发生在S等于-1的时候 同样的绝对最小值 也一定在这些数值之中 必然是最小的那一个 所以函数F的绝对最小值 就是-17 发生在X等于3的时候 我们就顺利回答了这个问题 函数极值的计算 主要分成两个关键的步骤 首先必须求出临界点的位置 然后再透过比大小的方式 求出我们所需要的数值 这个想法虽然简单 可是却非常的实用 是个一定要学会的方法哦 感谢观看